养母脑瘤晚期 死前只想看到我跟她女儿苏家山的婚礼 我跟她说明养母病情 跪在地上 学狗叫逗她竹马笑 她终于答应结婚 可她缺席婚礼 只叫人捎来家里宠物狗 让我跟她办婚礼 养母气到婚厥 当场被送进急救室 我给苏家山打电话 求她来见养母最后一面 那边却只有男女变调的喘气声 后来我给养母办完葬礼 满心疲倦跟她说分手 她却极力挽留我妈医院 就是让我们结婚 你忍心她死不明目吗 可是苏家山养母医院 是让我幸福 从来不是让我娶你啊 养母葬礼办完 我回家就累得睡着了 睡梦中又经历了一遍白日的难堪 我穿着西装站在台上 苏家山却久久不到 只有她好姐妹 替她送来家里宠物狗 狗穿着一身小婚纱身前 佩戴着新娘的胸牌 那人还拿出我跪在会所的 上学狗叫的视频 投放到了舞台大屏幕上 话筒里她的声音传遍全场 姗姗太忙 来不了她说路程喜欢装狗 找着母狗跟她结婚也一样 场上宾客们诧异 比同情不懈的目光 让我难堪到近乎窒息 我脸色惨白 身体摇摇晃晃 可脑癌晚期的养母 被哀惊叫一声 比我先倒了下去 一片兵荒马乱中 她被送到医院急救时 可是养母脑癌晚期 本就时日无多 她经受这么大的刺激 当时就不行了 只撑着一口气 想见苏家山 从婚礼现场到急救时 我给苏家山打的 电话一通又一通 第二十九次 才有人接去 只有男女暧昧的气喘声 成年人一听 就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我在电话接通后 就点了外放 匆忙想挂断时 已经晚了 养母听着那边的动静 一口气没提上来 死不瞑目 我从噩梦中惊醒 额头冷汗沉沉 苏家山也不知 什么时候回来的 就在我床边 她抬手擦去 我额头上的汗水 满眼戏血 我就是陪阿波 玩真心话大冒险输了 才缺席婚礼 假装出轨 又不是真不要你了 瞧你吓的 张旭波也走了进来 揽着苏家山肩膀大笑 姐夫就开个小玩笑而已 你不会玩不起吧 又是开玩笑 类似的事 不知发生过多少次 我毕业典礼上 张旭波在我头上身上 喷满彩带 我的毕业照 连脸都看不清 她说是小小恶作剧 无意惹我生气 苏家山让我大肚 我生日会上 她把我按进三层高蛋糕 害我差点 被固定装饰物的竹签 刺穿眼睛 她说开玩笑 苏家山让我别跟大男孩计较 我的订婚宴上 她在我礼服上动手脚 害我衣服撕裂 险些走光 她说只是活跃气氛 苏家山说大男孩天真活泼 我发脾气太不应该 我一往都忍了 可这次我对苏家山 失望透顶 再也不想忍下去了 我站起身分手吧 苏家山 苏家山比我还不满 路程吃醋也得有个分寸 我只是陪阿波玩游戏 输了接受惩罚而已 难道你想让所有人嘲笑她 输不起又是这样 每次他们把我的尊严 踩在脚底 却总能反过来 理直气壮指责我 我气得大汗 所以她的面子 比我们的婚礼 比你亲妈的命 还重要马铺吃 张旭波笑得眼泪 都出来的姐夫 你还挺入戏啊 演得跟伯母真脑挨晚期 被珊珊气死了一样 这是珊珊 说你太木讷了 你学我跟人开玩笑吗 珊珊 要不我们配合姐夫哭两声 她捂着脸开始耗丧 苏嘉珊 有样学样末了看向我 也就我跟阿波 会这么配合你的冷笑话了 现在开心了 她的戏血根不以为意 如同利刃割断了 我最后的理智 我抓着水杯 破了他们一声 张旭波被破了一脸 大叫一声草 你他妈有病吧 苏嘉珊这下笑不出来了 陆辰是不是我太给你脸了 她扇了我一巴掌 我脸都被她给挠破了 她指甲还滑进我右眼里 我右眼当时就流血了 眼前都是红的 看不清东西 我疼得捂着眼 倒吸冷气汪汪汪 养母养的小伯美欢欢跑出来 或在我跟前冲着两人叫 珊珊这狗怎么跟姐夫一样 不分青红皂白乱咬人啊 张旭波大声抱怨 可欢欢分明跟她隔着一米远 苏嘉珊却想都没想 反抓着屋里扫把 一棍子敲在狗头上 狗疼得直叫 别打欢欢 苏嘉珊妈死前交代过 让我们好好照顾她的 我捂着眼焦急大喊 声音都是哑的 张旭波翻了个白眼 伯母要真脑挨碗气死了 葬礼怎么可能不通知珊珊 这个唯一的女儿 姐夫你这么护着 这只跟你举办婚礼的狗 该不是真把她当老婆了吧 苏嘉珊脸色一沉 举起狗 把她狠狠摔到了地上 连主人都分不清的畜生 我让你咬人 欢欢满身血 瞳孔一点点放大 我崩溃看着这一幕 亮腔着走过去 想要抱抱她 可苏嘉珊一脚 把她踹开了 她堵在我身前 看着我流血的右眼 眼底闪过一抹不忍 又化为冷力 让我妈装病逼我结婚 有意思吗 路程识句点 我心情好了 可以跟你结婚 可你要是在跟我妈逼我 我保证跟你分手 苏嘉珊说完匆匆 扶着张旭波离开 去打狂犬疫苗 因为她的偏袒 我过去不知伤心过多少次 可失望积攒多了 我的心已经不会再为她痛了 我只是抱起欢欢 用最快速度赶往宠物医院 路上我一直在祈祷 求老天给她个活下去的机会 可老天爷从来听不见我的祈祷 她冷血带走生下我的爸妈 养育我长大的养母 现在又带走了欢欢 我浑浑噩噩找宠物殡仪馆 给欢欢伴葬礼 把她埋在了养母的身边 从牧原回去 我惊觉眼睛疼得厉害 跑去医院检查 才知道被苏嘉珊 打得眼角膜脱落 还伤到了眼球 幸亏来得及时 不然整个右眼就废了 我心有余悸 又恨又怒 我在朋友圈发通告 告知大家 我跟苏嘉珊解除婚约并分手 发完后 我躺在病床上想着过往 心里沉甸甸地 到后半夜才睡着 第二天醒来 是苏嘉珊跟张旭波来医院找我 就是死了一条狗 大不了 我再还你一条 你说什么分手 路程在一在二不在三 你别挑战我的耐心 苏嘉珊怀里抱着一束玫瑰花 递到了我跟前 他跟以前一样 打个巴掌给磕噪 以为我会原谅 我接过花 用力砸到了他脸上 狗死了 你要陪我一条 咱妈死了 你是不是也要陪我一个妈 玫瑰在他脸上划出血痕 张旭波皱眉 姐夫你没幽默的天赋 也不是非得学我 一直拿伯母死开玩笑 挺没劲的 苏嘉珊摸着脸上血痕 恼羞成怒 你为了一条狗 非得跟我闹分手是吧 行 我现在就跟我妈打电话 告诉他装死逼我也没用 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跟你结婚 他给养母打电话 好半天没人接 只有养母生前聘请的律师团队 走了进来 为首律师道 终于找到苏小姐了 我们现在需要处理下 您母亲的遗嘱 律师都来了 我觉得苏嘉珊这下总该信了 她却收起手机 不耐烦到好你个李律师 为了配合我妈装死逼婚 你们这些律师 也演上戏了是吧 这就是你们律师的专业素养 李律师人都猛了 什么装死 苏小姐 你母亲脑癌晚气去世 葬礼都办完了 文言苏嘉珊批我一眼 行啊 路程口供都提前串通好了是吧 我忍无可忍 我骗你有什么好处 这里就是医院 你大可以找这里的医护人员询问 你要是再不信 李律师手里有妈的诊断证明 治疗记录跟死亡证明 李律师很配合 从公务包里拿出文件 递到了苏嘉珊跟前 他一一翻看 脸色一点点变得苍白 苏嘉珊艰难吞咽着口水 眼睛血红身体也跟着颤抖 他猛低抬头 看向我里面 盛满了痛苦不堪和慌乱 张旭波却扑斥一声笑出声 笑得忍不住拍大腿 别说伯母跟姐夫这些证明 都搞得挺真 我记得姐夫有朋友 在这家医院做医生罢时 让他帮我也开两张脑癌晚期证明背 我想吓唬别人玩玩 苏嘉珊一秒变脸 当场把那些文件砸了我一脸 为了逼我结婚不择手段是吧 陆成我告诉你 这辈子我都不可能嫁给你 你死心吧 他拉着张旭波的手 大摇大摆离开 我看着他的背影 除了恨意再无其他 没多久我看到张旭波发朋友圈 附带着他跟苏嘉珊的接吻照片 真爱永不错过 苏嘉珊也发了两人的接吻照 复闻新男友 这次是真爱 张旭波朋友还特意给我发了一段视频 视频里他们都在酒吧 一群人起哄下 苏嘉珊跟张旭波热吻 有人笑问珊珊 现男友跟前男友 哪个亲起来感觉好啊 苏嘉珊笑得又娇又美 这还用说当然是现男友 陆成那种呆瓜 要不是为了气我妈 再过八辈子 他都不够格做我男朋友 他们又说 起我跪在地上学狗叫 还有婚礼现场 跟宠物狗结婚的糗事 完全把我当小丑 张旭波说起我养母装死的事 还跟苏嘉珊带头哭丧嘴里 喊着哭丧的话 脸上却在笑 一群人俨然把我养母的丧事 当成闹剧 我忍着不适看完视频 以为自己会难过痛苦难堪 可我胸腔里却只剩下寒心跟恶心 眼里也干涩得再也流不出泪 我关掉微信 从云端掉出家里的监控视频 翻出苏嘉珊 扇我巴掌摔死欢欢的那段 打了报警电话 养母等苏嘉珊 董事等了二十多年 我等她幡然醒悟 等了近十年 可我们谁都没等到 一个习惯了别人付出 又没心没肺的人 是不会突然长出良心的 我不会再妄想 她幡然醒悟 痛不欲生 接到报案 有民警来医院找我 带我去派出所 等我到那时 苏嘉珊跟张旭波 已经在派出所了 让我妈装死 逼婚不成 改成用坐牢逼我了 苏嘉珊脸上净是鄙夷 张旭波翻了的白眼 姐夫跟伯母一样 不择手段 难怪伯母那么想让她当女婿 我面无表情 扫过他们 对警察到他们这种态度 我没办法跟他们和解 苏嘉珊打我 导致我右眼险些失明 还摔死我价值一万的赛级犬 损害我私人财物 她男友张旭波 踩碎了宠物犬头上戴的 水晶王冠 价值十五万 我要他们坐牢 养母安排欢欢 给我送婚件 她的水晶小皇冠 还是她特意定制的 苏嘉珊见我来 真的没眼沉了下来 我妈喜欢你 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你说要是我妈知道 你为了一条狗 想让我坐牢 她还会这么护着你吗 苏嘉珊给养母打电话 可这次不止没人接 还关机了 她又黑着脸 给故事集团的律师团队打电话 让他们立刻安排人过来 不到半个小时 就有两个熟悉的律师赶过来了 但他们没去苏嘉珊那边 反而站在我身旁 苏嘉珊皱眉 你们是要替我辩护 搞错人了 律师到苏小姐搞错的是您 方女士除了给您留下 两千万存款外 她其他遗产都留给了陆辰先生 她现在才是故事集团董事长 也是我们的雇主 苏嘉珊吃笑你们的戏 都排到遗产这一步了 好好好 我答应跟陆辰举办婚礼 这总行了吧 你们的闹剧可以结束了啪 我一巴掌甩在她脸上 咬牙道 你脑子是被使唬住了 听不懂人话吗 没人会跟你和张旭波一样 不分场合 不分群众乱开玩笑 妈一年前确诊脑瘤晚期 上手术台成功率只有5% 她最近总是进医院 瘦得只剩皮包骨 你就一点都没发现吗 她本来想等我们办完婚礼 就去做手术的成功了 能多活几年 可她婚礼上 被你气得病情加重 进了急救时 她撑着一口气想见你 你却跟张旭波演什么床戏 让她死不明目 甚至我通知你来葬礼上 你都不肯 她有你这种女儿 老了八辈子血妹 养母到死都没等到 女儿的道歉 但是没关系 就算是威逼利诱 我也得让她给她磕头认错 苏家山想起她妈 最近一年处处不对劲 终于意识到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妈 她身体一直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脑瘤晚期去死了 怎么会怎么会这样 她身形亮呛 脸色煞白险些摔倒 张旭波赶紧上前扶住她 还不忘回头训斥我 不是我说 姐夫你开玩笑 也得有个度吧 你 我再没容忍 这个比我大两个月的大男孩 怒吼道 开你妈玩笑 张旭波我花料这里 要么你跟苏家山 去我妈跟欢欢目前跪一个月 要么你俩去坐牢自己选吧 我吼得太用力 被包扎好的右眼都在发疼 我没心情听苏家山 跟张旭波狡辩 让律师留在派出所 我回医院 他们后来 还是去我养母目前跪着了 只是才跪第一天 苏家山就给我打电话 声音比平时要温柔许多 你没必要因为吃醋 就针对阿波 我跟他在一起 就是为了气你 我心里一直爱的只有你 你没必要迁怒他 让他跟着跪在墓园 我冷笑吃醋迁怒苏家山 你别太看得起自己 张旭波做了那么多伤害 我跟咱妈的事情 我报复他理所应当 我在他面前 态度从未如此强横过 苏家山装不下去温柔 怒到阿波 只是个爱开玩笑的大男孩 他从来对你没有恶意 他毁了我的毕业典礼 生日宴订婚宴 连我的婚礼都给毁了 苏家山 他把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 都给毁了 这不叫有恶意 什么叫有恶意 我越说声音越大 可苏家山就跟以往一样 根本不会体谅我的心情 只会觉得我无理取闹 他烦躁到 那不也是我的婚礼吗 我都没计较 你计较个什么劲 张旭波凑到他手机旁边 委屈道 姐夫 我哪知道你这么玩不起啊 大不了我以后 都不跟你开玩笑了 这总行了吧 我算是发现了 别想着跟这两个人讲道理 不然被气到的 只会是我自己 我利落挂了电话 翻出苏家山的微信 连续发过去几十张照片 还有好几段视频 苏家山 你总说我玩不起 希望你看到这些照片 跟视频不要生气 第一 你之前喝醉 不是跟张旭波手吻 而是跟他找来的一只流浪狗 他特意录制了视频 还发给你所有的朋友看了 他这只是跟你开玩笑 不要生气哦 第二 你每救英雄救下张旭波 被那些小混混 打得半死那次 是他自导自演 他只是跟人打赌 看看你会不会拼命救他而已 赌了一百块钱呢 他只是跟个玩个恶作剧 不要生气哦 第三 你不是恨那个 跟妈有婚外情的男人吗 张旭波是他儿子 他也恨你 处心积虑接近你 就是为了把你搞得家破人亡 他还是个小有名气的复仇博主 你每天都会给他粉丝 提供新的笑料呢 啊 你被张旭波耍着当小丑玩呢 不要生气哦 我把张旭波恶作剧视频链接 发过去 才收起手机 棍子不打自己身上 永远不知道疼 苏家山总说 我跟杨母玩不起 恶作剧对象换成他 看他瘦不瘦得了 关于张旭波的这些资料 都是杨母生前找人调查的 他知道苏家山自尊心强 怕他得知这些会崩溃 一直在想 怎么在保全他自尊心的情况下 告诉他实情 可当妈的在意女儿 他却半点不在意她 也不在意我这个 与她相恋13年的恋人 杨母死前 才彻底对这个女儿失望 她哭着拉着我的手 一次次跟我说对不起 阿晨 都是妈妈没教育好姗姗 她才会做这么多 伤害你的事情 我不知道她怎么会歪成这个样子 明明我已经很努力 去教育她了 对不起啊 阿晨 杨母漂亮又有能力 可她后半生 都在提苏家山 给不同的人道歉 以前是被她打的同学 被她欺诈的老师 最后是我 我一遍遍说着没关系 杨母却不能释怀 留着泪悔恨而终 我看着手机上 她抱着欢欢的合照 心口像是破了的大洞 疼得厉害 那些照片视频发过去 还不到一个小时 派出所就给我打了电话 让我过去一趟 说是苏家山找人 把张旭波给打了 她眼角磨脱落 断了三根肋骨 我跟苏家山既不是夫妻 又不是兄妹 为什么要管她 我没去 最好张旭波起诉她 让她去坐牢 可她跟她相处这么多年 竟然针对她有了感情 最后选择了和解 之前狗离张旭波一米远 都没碰到她 苏家山还心疼的 带她去医院 现在她被她找人 打得这么重 需要住院治疗 她却压根不管她 而是去墓地跪着 炎炎夏日 苏家山跪到昏厥 被墓园保安送到了医院 她清醒后给我打来电话 声音沙哑又委屈 我在墓园跪太久 晕倒被人送医院了 你都一点不心疼吗 平时她有个头疼脑热 我跟养母一个比一个跑得快 这次都住院了 也没人问候一句的 她受不了这样的落差 可我为什么要在意她的感受 妈晋级就是抢救 还有你摔死欢欢 打得我右眼差点失明时 怎么没见你心疼我们 我挂了电话 直接把苏家山拉黑了 可苏家山知道我住哪个病房 穿着病号服就来找我 路晨都是我的错 我没想到我妈真的去世了 还因此误会你 情绪上头摔死欢欢 打了你 对不起 我真的知道错了 苏家山向来豁得出去 以前做错事 她会给我送礼物说情话 软磨硬泡 这次她也知道自己做得太过分 直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跪着爬过来拉我手 我用力甩开她 苏家山不是什么错都值得原谅 苏家山红着眼 可你也知道 这不能全怪我 妈出轨离婚 对我掌控欲还那么强 换成你 你能不恨她吗 我怒到是她喝醉酒被人侵犯 你爸不信她 提的离婚 这件事苏家山从没问过她妈 她也从没跟她说过 她愣在原地 像是受到了什么打击 可 可我爸不是这么说的 我也不知道她是被强奸的 才那么恨她 我 我只是想跟她对着干 才会在张旭波居心叵测的挑拨下 那么对你 其实我每次伤害你后 我心里也很难受 每次我不都安慰你了吗 她找了很多借口 可改变不了她本性恶劣的事实 我只厌恶看着她 任何有一个有良心的人 都不会摔死家里养了五年的狗 不会无视自己父母的死亡 也不会恶意羞辱 殴打自己未婚夫 更不会做了这些后 想方设法推协责任 我每说一句话 苏家山脸色都白上一分 我 我会弥补我犯下的错 她站起身 跌跌撞撞跑出去 我看着她的背影 想起往事 我十岁时亲生父母去世 也没亲人愿意养我 养母是我父母好友 她心疼我 把我领养回家 从此我有了个妹妹 就是苏家山 她和养母掌控欲太强 操控她的人生 跟她向来不对付 母子俩处得像是仇人 她对谁都好 包括我这个新哥哥 唯独对养母恶言恶语 她故意在学校闯祸闹事 害得养母经常要替学校 替她收拾烂摊子 明明她很聪明 接受名师辅导 琴气书画跟学习成绩 都可以做得很好 可她偏偏高考交白卷 别说名牌大学 连大专都上不了 别人提起她 都是恨铁不成钢 可喜欢她的男生一直很多 包括我 她长得很好看 做什么都游刃有余 那种极要随意的样子 对我这种乖巧到老实的人来说 有种说不出的魔力 所以她等我告白时 我红着脸答应了 我跟她偷偷接吻 被她又红着品尝经过 她那时恨不得把我捧在手心里 让我一度以为爱情就该这般甜蜜 然而 养母发现了我们的恋情 她确认我真心喜欢苏家山 就跟我解除了领养关系 让我们到法定结婚年龄后 旧班结婚生子 恩爱一生 可她却突然对我变了脸 她认为我跟她的婚事 一早就是养母安排好的 认为我接近她是别有目的 她开始跟张旭波走得近 由着她欺负我 那样忽冷忽热的态度 让我痛苦万分 我想不分手 但她又说自己跟张旭波清清白白 从未变心 她每次惹了我以后 会给我送礼物 抱着我撒娇道歉 我舍不得这些年的感情 总觉得她就是叛逆 会改的 一等就等了近十年 她没学会尊重我 反而变本加厉 我不相信苏家山的良心 也没指望着她自我赎罪 我给律师打电话 问她起诉苏家山的事情 处理得怎么样啊 律师说我右眼只是差点失明 算不上青商判刑标准 欢欢是一条狗 只能算私人财物 而且苏家山跟张旭波 后来认错态度良好 又赔偿到位 就算我坚持告他们 顶多就是把他们拘留几天 我不太满意 但能拘留几天也行 苏家山被拘留了半个多月 她出看守所后 当天就去了牧院 她不管不顾 在养母墓前跪了一个月 整个人都瘦了一圈 一个月后 苏家山离开牧院 她在公共场合下跪雪狗叫 还邀请亲朋好友 给自己跟一条公狗办了婚礼 她录制视频发给我 把曾经施加给我的所有侮辱 又施加到了她自己身上 苏家山给我发消息 谢你的 我都会一一还回来 求你给我一次机会 可她扎了我一刀 我会流血 会疼 她在扎自己一刀 也取不掉我身上的吧 账不是这么算的 我没回她消息 把她信号码拉黑了 我在网上定了30封 量身定制的手写情书 在下面附上张旭波 带有成人暗示的照片 诸如挺话 手摸裤子鼓起的包 这几张照片 都是她以前故意挑衅我 发给我 让我拿给苏家山看的 等手写情书写完后 我让店家发给了张旭波 所在部门的同事 不论男女老少 连她的顶头上司也发 张旭波当天就给我打来了电话 愤怒质问 伯母勾引我爸 还倒打一耙告她强奸 毁了我家庭 我报复她有错吗 为什么你跟珊珊都要报复我 我吃笑 是你爸趁她喝醉侵犯她 她是受害者 况且 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 你要一而再羞辱我欺负我 张旭波念入着说不出话 因为她喜欢苏家山 才报复我 并不是我做错了事 她咬牙切齿道 可 可我都被珊珊打成这样了 她也拒绝我的告白了 我还不够惨吗 我皮笑肉不笑 情绪别这么激动 我只跟你开个玩笑 你别这么玩不起才刚开始 她可别跪这么快 那多没意思 这之后没多久 苏家山带了一条赛季博美来找我 她晒得又黑又瘦 再不负曾经的慵懒四溢 眼底竟是忐忑跟小心翼翼 路晨你看 我把欢欢给你带来了 她说着话要把狗往我怀里塞 我没接 不是每条博美都叫欢欢 狗死了就是死了 不是她新买一条 就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 苏家山咬了咬唇 她还是长得不像 我去找条更像的 找再像的也没用 她在连续找了六条赛季博美 还是被我拒绝后 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 她却仍不肯放弃 我谈完合作回家时 在家门口看到了 蜷缩成一团的苏家山 见到我 她站起身走过来 路晨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就是误会我妈 恨她 不想跟你结婚如她的意 才会那么伤害你 可我爱你的心从来没有变过 我真的很后悔以前 没考虑你的感受 她长了好几根白头发 眼底都是血丝 眼下清黑 狼狈的像是老了十岁 看得出是真心后悔了 可我直单单道 世上没有后悔要 然后绕过她想走 苏家山却拽住了我 红着眼只问道 我们认识十八年 恋爱十三年 这么久的感情 你就这么轻易歌什么 我抬头看她 讥讽道 我跟你有过三年的美好回忆 可那点回忆 不值得我浪费一辈子 十年就够了 我一点点掰开她的手指 苏家山慌了 乱了 声音都在颤抖 可 可你被我妈养大 她的医院就是让你娶我了 你忍心让她带着遗憾离开吗 你错了 妈的医院从来不是让我娶你 而是让我娶走幸福 她死前最后一句话 就是替你跟我道歉 让我千万不要娶你 这样不珍惜我的人 我侧过身 鄙夷又怨恨地看着她 她这辈子最恨有你这么的糟心女儿 你是她人生唯一败笔 苏家山正在原地 泪流满面 她缓缓蹲下 抱头痛哭 此时此刻才真心实意感到后悔 可惜 从养母去世的那一刻开始 这世上再不会有人 全心全意去爱她了 我没搭理她 回家 第二天 苏家山给我写了一封 很长很长的道歉信 我没看 直接扔进了垃圾桶里 她没再来骚扰我 也不知去做什么了 我也没管她 专心为张旭波准备惊喜 她负责向重要客户汇报时 我找他们公司实习生 把她的工作PPT 换成了她的成人按时自拍 还在自拍边上打了挑衅 蔑视客户的话 她奶奶寿宴上 我把她准备的礼物换成了狗屎 她找了新女友要谈婚论嫁时 我雇了几个大姨 当街质问她为什么劈腿 为什么是gay还要祸害女孩子 张旭波工作黄了 恋爱泡汤了 还被家人指责质问 她红着眼睛来找我 歇斯底里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知不知道我人生都被你毁了 我贪了贪手 无奈到 就是跟你开个小玩笑而已 你看你怎么还玩不起了 她不是喜欢打着恶作剧的幌子 做尽恶心人的事吗 那现在 恶作剧对象是她了 希望她尽情享受 之后十多年 我每年都会把自己收入的90% 以养母名义 捐给了妇女儿童组织 还有保护流浪猫狗的慈善基金 因为工作能力出众 我成了知名企业家 慈善家 追求我的人也不少 我谈过几次恋爱 不过从来没有结婚的想法 苏嘉山拿着养母 给她留下的那2000万创业 她从小聪明厉害 只要她认真做的事情 都会成功 她公司规模发展得很快 媒体上金融板块 屡次提到她 也曾有记者问她 而且熬夜做方案 被送进ICU苏嘉山说 因为想证明给我妈看 她教育得很成功 也想证明给我的心上人看 我在为曾经的傲慢 跟自以为是赎罪 希望她回头看看 我她现在变得很谦虚 会抽出时间做志愿者 会捐款 会给流浪猫狗喂食 也会给公司员工父母发福利 感谢他们培育出的优秀子女 所有人都说她变得很好 可我做不到原谅 后来有共同朋友找我 姗姗未来晚期 时日不多了 你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她 算了 没什么好见的 我最后也没去医院见她 只是去墓园看养母时 看见她葬在了她旁边 上面刻着一句话 我用一辈子来赎罪 你原谅我了吗 第一章结完 第二章未婚妻跳楼 我在楼下喊加油 婚礼彩排现场 我订好天价婚纱 未婚妻就不见了 我焦急如焚 转头看见她 跟在一个男人身后 走过转角 我心里有一阵的不安 想起之前看过了 失踪妻子被做成不倒翁的新闻 连忙跟了上去 我以为会费一番功夫 却没想到刚走到楼梯口 就看见了她 她就在站在楼梯口 泪眼朦胧地拉着前任王成的手 你难道忘记当年的承诺了吗 你说只要我愿意 不管多久你都会等我的 你忘了吗 姚飞说的深情 完全没注意 我就站在他们身后不远 而王成确实一眼就注意到了我 她挑衅地看着我 一把将姚飞搂紧了怀里 当然不会忘 只要你开口 不论你在哪里 我都会来到你的身边 姚飞埋在王成怀里 淒淒爱爱地哭 我心里愤怒不已 屋内还想着我们婚礼要放的乐曲 不爱我追了数十年的女神未婚妻 被别的男人抱在怀里 未有没有忘记当年的约定 回到彩排现场 音乐已经到达尾声 姚飞拎着一瓶红酒 已然哭花了脸 靠着巨大的泰迪熊说着胡话 我正想上前扶她 却被她当众甩了一巴掌 你谁啊 干嘛拉我 滚 我脸上火辣辣的 却爱着场合只当她是恐婚 拉着她 轻声哄道 我是陈熙然 你的未婚夫 听到未婚夫三个字的瞬间 她暴跳如雷 再没有了平时的温柔 反而如同一个泼妇一般 对我有着莫大的恶意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滚 快滚 王成呢 王成 现场的工作人员 一时都愣在当场 纷纷投来打亮的眼神 我扶着姚飞的手一发收紧 几乎是逼着自己说 王成不在 姚飞突然搂着我 呜呜地哭了起来 怎么会不在呢 她是我男朋友 她说过会娶我的 我和陈熙然 真的什么都没发生过 她就是一个不要脸的舔口 周围一片虚声 我却像是被万箭穿心一般 十年了 原来我在她眼里 就是一个舔口 我失望地看着她 满心的酸涩 令我想将她推开 她却一把勾上我的脖子 面上是胃干的泪痕 我下意识咽了口唾沫 好像又看见了当年 在我面前一边哭 一边狂塞汉堡的姑娘 谁知道 下一秒她竟眼泪汪汪地撒娇道 王成 我不要嫁给陈熙然 你带我回家吧 好不好 荒唐至极 姚飞竟然把她的未婚夫 当成前男友了 周围人笑意更甚 姚飞的闺蜜 王倩倩甚至开口提议 陈总 菲菲喝多了 你就让她 就让王成先送她回去吧 最终还是姚飞的母亲 我的岳母开口 结束了这场闹剧 小陈 你和菲菲都喝了酒 就让王成开车 送你们回去吧 你是个懂事的孩子 菲菲不过是说胡话 等你们结了婚 她自然知道 谁才是真正对她好的人 可是姚飞是我水中 捞起的月亮 偷来的光 我怕一不小心 就没有以后了 于是我第一次 不顾姚飞的挣扎 更不管别人的讥讽 和岳母的白眼 一把将她扛在肩上 今天的彩排 就到这里吧 到家后 我忙里忙外的 为姚飞更换土葬了的衣物 又给她拿了冰毛巾擦脸 煮好了醒酒的酸梅汤 全称 姚飞只是靠在沙发上 冷冷地看着 十年了 我和你在一起十年了 现在只不过是想让老朋友 陪我回家聊聊天 叙叙旧 你这点信任都给不了我吗 我只觉得可笑 这房子是我们的婚房 难道我要眼睁睁 看着别的男人 进到我的婚房里 和我的老婆叙旧吗 我们的婚房 姚飞双眼通红 双眸里满是愤恨 要不是当年你走错了房间 让王成误以为我失身于你 他又怎么会抛下我 我又怎么可能会嫁给你 他歇斯底里地垂着沙发 发泄着他的不满 当年的事情 是我们心照不宣的秘密 一旦提及 就是血淋淋的伤疤 现在为了一个王成 却是被他随意地摆在了面前 而这仅仅是因为 我不同意让他的前任 送我们回家 荒唐至极 愤怒和心痛涌上心头 我甚至能听见 姚锦牙关时的搁置声 可我还是只能将这一切 烂进肚子里 绝口不提 罢了 当年既然已经选择了 做一个恶人 那这苦果 也只能默默吞下 我不想伤害姚飞 至少现在不想刺激她 我攥紧拳头 看着姚飞泛红的双眼 多美丽的一双眼睛 那里面也曾对我充满爱意 我伸手想将她揽进怀里 再认个错 毕竟这么多年 我也一直是这样做的 可她没给我这个机会 起身去拿手机 飞飞 不好了 王成从楼梯上摔下去了 听到语音的瞬间 姚飞脸色苍白 她顾不上与我再说一句 拿上车钥匙就出了门 夜已经深了 我实在放不下心 只好打了个车跟在她身后 凌晨三点 到达医院 王成正躺在病床上 哎哟哎哟叫唤个不停 我听着她那中气十足的声音 就觉得心里窝火 看着姚飞身上轻薄的连衣裙 我脱下外套披在她的肩上 她根本没理我 焦急的冲进病房 几乎是扑在了王成身上 我看着窗户里的倒影 我眼下清黑 嘴唇泛白 或王成这活蹦乱跳的样子一比 我才是那个该躺在病床上的人 成哥哥 你还好吗 你身上疼不疼 你哪里疼告诉我 我默默看向一旁的医生 他什么情况 患者从楼梯上摔下来 腿部已经失去知觉 很有可能丧失生育能力 但经过检查 没有磕碰伤 没有骨折 没有瘀血 我嘲讽一笑 就是什么是没有 在这装病瞎巴巴是吧 医生 这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姚飞文言蹭的站了起来 指着我的鼻子就开始骂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冷血 要不是你不让王成送我们回家 他怎么可能会从楼梯上摔下来 我不可置信的睁大了眼睛 不是 医生都说了啥是没有 愣是一个字听不进去是吧 我只觉得眼前一黑 正要解释 就听王成又开始 哎呦哎呦叫唤了起来 姚飞连忙扶住他的肩 柔声安慰着 我为他披上的外套 也在这一连串的动作下 掉在了地上 就如同我一般 被他狠狠践踏 自始至终 没有施舍给我一个眼神 我身子一晃 还是一旁的医生扶住了我 你没事吧 我用力晃了晃头 示意我没事 亮枪着走了出去 忽然手机响了一下 只要是飞飞 他屁都不敢放一个 后面还跟了一个 柴犬得意的表情 但是很快就撤回了 群里又若无其事地 说着婚礼流程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只觉得口干舌燥 心里闷这一口气 堵得心慌 忽然一条消息传了过来 还是王倩倩 陈松狗你看见我的消息了吧 还没来得及回 跟着又是一连串的消息 识相的 就早点分手祝福 王成和飞飞才是一对 你呀 就是一条不要脸的舔狗 果然是姚飞的狗腿子闺蜜 十年前也是这样 当年王成是校草 还是篮球队主力 不管他去哪里 都是前户后拥 乌泱泱一群人跟着 不管他做什么 都有人支持和学习 而我不一样 我从小城市来的 十年前甚至连普通话 都说不标准 黑框眼镜加牙套 让帝斯怂口这些 不堪入耳的万好 几乎成了我的代名词 甚至连好不容易 得到的竞赛奖金 也被人怀疑是抄袭和作弊 我的心口有些堵得慌 明明当初如同一束阳光 照进我生活的人 是姚飞啊 他在我深陷怀疑与质疑的时候 找到我 鼓励我 是他告诉我 别人的看法并不重要 为什么只要是和王成有关的 他又好像变了个人一样 不仅当众让我难堪 还任由我被人积风辱骂 让我一个人灰溜溜地 躲进那个黑暗的角落里 你还好吧 医生伸手来探我的体温 他的手温暖细嫩 我下意识躲过去 生怕他看出我现在的窘迫 没 没事 可能有些滴血糖 一个苹果塞进了我的手里 我下意识看过去 就见医生的脸上挂着明媚的笑 怎么没事 你几年前就骗过我了 他冲着我脚侠地眨了下眼睛 我靠着那颗小小的苹果 支撑到了天亮 滴血糖总算缓解了一点 姚飞人不眠不休地 守在王成身边 悉心照顾着 他那么娇气的一个小公主 只因为我没有跑三条街 买他最喜欢的明星专辑 就报复地将我养了四五年的狗 扔去了狗肉店 如今却是脚不沾地的 又是喂饭又是打水擦脸 拿出了十二分的耐心 陪伴着王成 我讥讽地敲了敲门 没打扰你们吧 要不要我再把床给你搬到这里 姚飞走过来就甩了我一巴掌 你说够了没有 王成是因为谁才会摔下楼的 难道还要我再提醒你一遍吗 眼看着他又要去伺候王成 我赶紧拉住他 望着床上王成幸灾乐祸的眼神 我沉声道 你在这守了一夜了 该回去了 回去 他甩开我的手头也不回 要回你自己回吧 王成一天没好 我一天也不会离开他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你这样和他老婆有什么区别 你别忘了 谁才是你未婚夫 姚飞终于回过头 却是讥讽一笑 你也别忘了 你到底是为什么成为我的未婚夫 王成要是好不了 结婚又有什么意义 我如遭雷劈 你的意思是 你说你想办一场万众瞩目的世纪婚礼 就是为了见王成 你现在想的还是王成吗 最后几个字几乎是我命令自己说出来的 我甚至连我说的话本身 我都不敢相信 可姚飞只是残忍地对我笑 是啊 我不怕告诉你 我自始至终想要嫁的只有一个人 就是王成 但你害他摔伤了腿 还丧失了生育能力 陈希然 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 我浑身忍不住地颤抖 几乎是咬碎了牙 才没当着王成的面发作 姚飞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 他走过去 坐在王成的身边 似乎是在无声地告诉我答案 我只感觉心脏疼得像是要爆炸了 我强忍住愤怒转身 我就当你在说气话 下个月的世纪婚礼会如期举行 如果你还是选择离开 我成全你 我走身后是无尽的沉默 我回了老家 想一个人静静 我妈在门口迎接我 她没什么文化 是老师本分的庄稼人 我爸死后 是她独自一人拉持我长大 再苦再累 都要供我读书 上大学 接到我的时候 她系着围裙 走到门口就闻到了饭菜的香味 看我一个人 我妈还笑着问我 儿子 飞飞没跟你一起回来啊 提起姚飞 我心里仍是堵得慌 只好随口应付 小姑娘脸皮薄 我妈叹了口气 有些遗憾 我注意到 餐桌上摆了三副碗筷 她是特意在等着姚飞的 她回到房间 不一会儿摸索了个旧铁盒子 掏出一只翡翠镯子 这是你外婆留给我的 现在有了飞飞 这镯子你记得给她带去 我盯着镯子 眼眶有些发热 我妈我外婆真是的宝贝 姚飞可不一定会在意 毕竟 她现在一心就扑在 她那装病的前人身上 我郑重地接下那只镯子 好 我一定带您和外婆 转交给您未来而席 我妈仍是有些失望 要是她亲自来就好了 刚好也带她去山上 拜拜你爸 让你爸也见见 她还在叙叙叨叨交代着 我却再也忍不住 借口堵去卫生间 擦了擦眼泪 妈 对不起 是我骗了你 曾经 我无数次想过 与姚飞幸福的婚后生活 可现在看来 或许她也畅想过 只是那个陪伴她到最后的人 不是我 婚礼那天 很快就到来了 我把定制的天价婚纱 代代相传的翡翠镯子 一起放在了茶几上 以便她一回家就能看见 可她的电话 微信 通通无人回应 我愁愁不安地 在酒店门口转来转去 独自应付那些议论纷纷的宾客 新娘怎么还没到 谁去叫一下新娘 我只能尴尬而不施礼貌的微笑 连我妈也看出不对劲 几次过来询问 儿子 你媳妇呢 我沉默 至今的宾客面带惋惜 毕竟这一场世纪婚礼花笑可不少 若是因为新娘缺席 那上亿的钞票可就打水漂了 可不是 我感觉脸上的肌肉都僵硬地抽出了 这场我独自操办的如此盛大的婚礼 这段我一个人沉浸其中的恋爱独角戏 应该也是无疾而终了 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舞台上面 各色的灯光映在我脸上 让我看起来像个小丑 我却只能尴尬地站着 不停地解释 等一等 再等一等 哪怕我知道 我等的那个人根本不会来 这场婚礼 被我硬生生从中午拖到了晚上 在场的宾客叫苦连天 就连姚飞的母亲也愤然离析 不知道是去找自己的女儿 还是不满她让自己丢了脸 宾客陆陆续续散场 剩下的也不过是想看看我该如何狼狈收场 我的心渐渐沉了下去 早就知道姚飞不会来的 她满心满眼都是王城 怎么还会想到我 这一天的最后一刻 我颓然地拔下音响的插座 乐曲停下的瞬间 婚礼现场的门被推开 姚飞双眼泛红地走了进来 全场欢呼 仿佛她浪女回头 我势而复得 我们又成了全世界最幸福等待祝福的一对新人 可是我看得清清楚楚 她没有穿婚纱 也没有带我妈给的翡翠镯子 姚飞含泪走到我的面前 猛地扑进我的怀里 怎么办 王城突然陷入昏迷 可是竟 S又要好多钱 众人面面相去 啥啊 这是来要钱的 王城谁啊 新郎她亲戚 不会是新娘向好吧 真丢人了 新郎等了她一天 居然是为了别人来的 姚飞狠狠拧着我的腰 面上却是一副柔弱的期待模样 你 你能不能先借我一点 你知道的 我出来急 没有带钱包 我掰开她掐住我的手 将她推开 不 我不可能给你 这是我这十几年来 第一次拒绝姚飞 她说想要万众瞩目的十级婚礼 我就不计成本地为她打造一步一景 甚至请来了近半数的名流明星 为她庆祝 她说想要独一无二的婚纱 我就亲自为她设计 经过无数次修改 还请来最好的服装师量身定做 就连她要邀请当年那群欺辱过我的人 我哪怕痛苦疑惑 都会尽全力为她请过来 哪怕是在天涯海角 我虽然是白手起家 但是对于姚飞 向来是百无禁忌 所以她无法理解 我为什么突然不想做她的提款机了 不过是给她的前任交医药费而已 姚飞脸上的笑再也挂不住了 她指着我声声质问 你报复我是不是 你是不是在报复我 王成是因为你 才摔下楼 现在恶化到陷入昏迷 说不定会死的 你竟然冷血到连医药费都不肯出 我真是看错了你 我知道这是她一贯喜欢的道德绑架 好及我乖乖就犯 我走近她 将一个东西塞进了她的手里 一直用过的燕运棒 上面的两道杠明晃晃地讽刺着我的痴情 她竟是早背着我 怀上了王成的孩子 你明知道 这十年你从来不许我碰你 我压抑着痛苦 想去拉姚飞的手 却被她一把甩开 她是被你害得没了生育能力 这是她这辈子唯一的孩子 你连我肚子里的孩子都容不下 还妄想我忘了她嫁给你 她彻底撕下了伪装 在不顾体面 转身就将两米多高的水晶雕像推倒在地 那是我为了她 花了无数个日夜 亲手雕刻出来的 甚至不顾阻拦 冲着底下的宾客喊道 你们以为陈希然是什么好人吗 不过是个只会投机倒板的垃圾 狼心狗肺 不要脸的甜狗 不就是运气好弄了几个臭钱吗 还真以为癞蛤蟆能吃天鹅肉了 全场花生一片 姚飞在亲手践踏我 践踏我们的十年 我太蠢了 蠢到十年前 被人威胁陷害 骂畜生 也要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吞 只为遮掩姚飞最后那片遮羞布 冰克的视线打亮着我 仿佛我又成了那个人人喊打的过节老鼠 从深情吃手的傻男人 变成了不择手段抢别人老婆的男小三 他们指指点点 从我的身材相貌 到我的学历声望 我说一个乡里别怎么成了古神 原来是靠女人 不是好人就算了 竟然还敲墙脚 我和你们说 他大学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字字句句 如同尖刺狠狠扎进我的身体 王倩倩也在得意洋洋地看着我 嘴唇夸张地动着 是在说姚飞只能是我哥的 我妈站了起来 试图安抚 她不知道这些人 是为什么对她因以为傲的儿子 有这么大的恶意 可我知道 所以也该是将事情说清楚的时候了 我走到姚飞身边 最后看了她一眼 她只是冷漠地撇过头 仿佛我如今只能下见地讨好 然后等待着任人辱骂的结局 我释然了 我选择放过自己 当着众人的面 我拿出了手机 打开了网盘 里面有两个文件夹 一个文件夹里 存着我与姚飞这十年爱情的点点滴滴 而另一个文件夹 是由匿名账号发送到我的邮箱的 不知道是谁 我举着手机对姚飞说 姚飞 这里面是当年全部的真相 我原本只想守住你的秘密 保护你 所有的后果我独自承担 说着 我将手机画面投屏到大屏幕 随着连接成功一声 画面出现 视频正在载入 她惊恐地想要过来阻止 我最后的话想起 可是现在 你不配 事情其实很简单 当年 王成不过是一个远近文明的捞满 她不思进取 一心只想找个富婆 少走几十年的路 当个小白脸 本来她根本看不上姚飞 认为她又做又装 只因为她妹妹王倩倩的一句非非公主 对她产生了兴趣 展开了穷追猛打的攻势 她在姚飞家楼下淋雨 唱她喜欢的情歌 在人流量的街口 大声喊姚飞 我爱你 甚至渐渐地开始尾随 道德绑架 油腻发言 土味情话 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只为了将姚飞成为她的所属 可姚飞偏偏吃她这一套 她有着一颗文艺女青年的心 只谈情 不度爱 更没想着花钱 她们成了人人艳羡的灵魂伴侣 却不是王诚原本计划的那样 所以她将姚飞约去了私人饮院 其实是在饮料里下了迷药 她想让她彻底沦为自己的奴隶 移动的提款机 而我 就是那个从头至尾 阻止他们美好爱情的恶人 从亲眼看见 王诚在酒吧搂着别的女人 说姚飞是上赶着 往男人身上贴的便宜货食 我就盯上了她 看着她买了瓶饮料 往饮料里下药 之后递给了姚飞 我报了警 要求店员开门 就下了已然议乱情迷的姚飞 而王诚趁乱逃走 私人饮院的沙发上 姚飞看着衣衫不整的自己 惊慌失措 这还是我找女店员给她穿上的 谁知看到我的第一句话 就是逼问 你怎么会在这 王诚被你怎么样了 不管我如何解释 哪怕制服叔叔为我作证 他都不相信是王诚害的他 他的心里 早已将我看成十恶不赦的罪人 王诚始终没有露面 但是姚飞的名声却是彻底毁了 姚氏集团的员工们都收到了一份特别的邮件姚飞的求欢的照片 照片中的姚飞一改她平日清纯的模样 迷离的眼神勾人的身体 令她这朵高岭之花彻底被践踏进了泥泥 文件就是这个时候发来的 里面的照片更加突破底线 甚至还有视频 我竟是没想到 就在我请求店员破门的这短短十分钟里 王诚竟会引导情迷的姚飞 做出这么多下流的事情 我看着那些照片 对这件事情已经有了眉目 但我无数次想告诉姚飞 当这件事情闹大 只是让智福叔叔将那些照片销毁后 便想稀释宁人 我却因为帮他恢复名誉忙前忙后 却被变成姚飞的无脑舔狗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自导自演的英雄旧美 照片那么大 批得把死舔狗 这么清晰 不会就是你拍的吧 我被全网网报的那几年 倒是分散了侮辱姚飞那拨人的注意力 其中有一句话 我记得很清楚 有人说 姚飞命真苦 被你这么个癞蛤蟆缠上了 最后是岳母亲自来见我 我知道你喜欢我女儿 但没想到你竟用这么下作的手段 去得到她 证据都在你的手机里 你还敢说做这些事的人不是你 你说是王城计划的 那拿出证据来啊 空口无凭就往她身上甩锅 事到如今 你还躲着不出面 你是想我女儿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吗 这件事你认也得认 不认也得认 找个日子 公开恋爱关系吧 岳母的话说得难听 但却是给了我唯一能将姚飞 留在身边的方式 姚飞全程没有出面 我无数次打开她的聊天框又关掉 不知该庆幸还是后悔 庆幸是我终于追到了 喜欢多年的女孩 后悔是这个女孩 并不是因为爱我 才和我在一起的 我背负了骂名 也错失了真心 婚礼现场 我说完了我与姚飞的所有故事 邮件发送地址可以追踪 当年的始作俑者 并非做的天衣无缝 当年贫困 景小身微的我 没办法去澄清的事 如今的我要为自己证明 哪怕时隔多年 所有的证据 依旧支持向同一个人 王成 姚飞 我早就和你说过 你执着等待的人 才是真正害你的凶手 而你百般容不下的我 才是一直默默守护支持你的人 后面的话 我没有说 也不打算说 事实摆在眼前的这一刻 姚飞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不停地低声喃喃道 骗子 你骗我 但这一次 没有人再理会她 全场寂静无声 之后是雷鸣般的掌声 好男人啊 既然能为了心爱的女人 凝忍这么多年 当年像我恶语相向的人 这回都白着脸 灰溜溜地躲进了人群里 这次婚礼 有不少第一次见我的商界大老 因着我的表现 第一次认可了我这个古坛星秀 称呼我一生 陈古神 姚飞忽然回过了神 如同吃傻一般嘀嘀咕咕地走了出去 这一次我没有管她 只是亲自送我妈回了老家 谁知道岳母竟然找了过来 花白着头发 第一次低下她那高贵的头颅 她的身后 跟着蓬头垢面 眼神涣散的姚飞 姚飞像是彻底疯了 啊弄着手里一只碎了瓶的手机 一会伸到耳边破口大骂 一会又对到眼睛前边 但是我知道 她是装的 毕竟我追求了她许多年 她一抬手我就知道她想要做什么 看着她为了装可怜 捡起臭气熏天的脏泥 往脸上抹的时候 我第一次感到了厌烦 我看着一脸期待 看着我的岳母 直接关上了门 天黑了 岳母赶紧带姚飞回去吧 别到时候王成死在医院了 还要怪是我耽搁了你们 岳母尴尬的声音自外被响起 王成不见了 医生说 我女儿一来找你 她就偷偷溜走了 王成 王成 她在哪 她怎么可以这么做 听见王成两个字 疯了的姚飞似乎决定装到底 猛地扑过来撞在门上 借我任由他们娘两关在门外 而无动于衷 又戚戚爱爱哭了起来 这是我早就遇见的事 岳父去世后 姚家的公司早就被收购了 这些年全靠我在运作 王成也是因为听闻了我古神的名头 想着借姚飞再来掏一笔钱罢了 如今因着她住院 姚飞几乎是掏光了家里的积蓄 这实在由王倩倩出面 将这些钱转交给医院 实际上 全尽了他们王家兄妹的口袋 最后一无所有的姚飞 对于他们来说 甚至比不上一张麻布袋子 还想要什么 他们怎么做呢 我冷漠地站在门后 是吗 说不定是什么医学奇迹 让她突然又能下床走路 想当个跑步冠军姚飞终于不装网 她贴着门 用罐喜欢用的可怜兮兮的语气说道 昔然你知道的 她就是欺负我单纯 骗走我所有的钱 我还不小心弄就了婚房的钥匙 你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让我进去 单纯 我笑了 姚飞 你也知道的 你向来看不起我妈 还说我家老宅就像是垃圾堆 说乞丐都看不上 你怎么能进来呢 她拍着门 死活不肯走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昔然你给我一次机会 挽回你的心好不好 难道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都不能给我吗 我依旧没有动 姚飞 你还记得我爸寄日那天吗 我只是因为先去接了我妈 再来接你 你就暴跳如雷 砸了我爸所有的寄品 还将我丢在荒山上 自己开车离开 门外没有声音 我知道 她听得见 回屋前 我说了最后一句话 姚飞 还记得我在医院说的吗 如果你选择离开 我会成全你 分手吧 好聚好散 我听见一阵沉默之后 是姚飞控制不住的抽气 还好 这场两败俱伤的感情 痛苦的不只有我 这漫长的十年 也不算是有始无终 第二天 我就联系助理 将我的所有东西 从新房里带走 那个房子满是与姚飞的回忆 我不想要了 却没想到遭到了姚飞的阻拦 陈总 姚小姐她 昔然 昔然是我 电话那头的声音 变成了姚飞 她结结巴巴了半天 才终于小声地说了一句 你真的 不要我了 我直接挂了电话 吃来的深情比草剑 非要等到失去了 才知道回头 手机又疯狂地响了起来 是助理 但我知道 可能还是姚飞打的电话 于是我依旧挂掉 打一个我就挂一个 直到助理发来短信 不好了陈总 沈小姐要跳楼 我连忙将电话回播了过去 无人接听 于是赶紧打车到了婚房楼下 已经围满了乌泱泱的居民 指指点点 听说还大着肚子呢 谁家的媳妇被逼得要跳楼 真不是个男人 虚 听说是陈总家的 之前出轨了 现在闹跳楼逼陈总回心转印啊 我皱眉 抬头果然看见姚飞站在楼顶 穿着那件我亲手设计的天价婚纱 美丽而破碎 唯一美中不足的 就是她微微隆起的小腹 我正想离开 却猛地被叫住 昔然 忽然我似乎看见了王倩倩的身影 难不成是姚飞找来造势的 昔然 你送我的婚纱和镯子 我穿上了 姚飞还在自顾自说着 可不可以 回到我的身边 再给我一次机会 看着满脸期待的姚飞 我忽然举拳向她招了招 要是你以为还能用跳楼来骗我 那你加油跳啊 婚礼前 我无比期待她能够打扮成今天这样 参加我们的婚礼 可她没有来 而现在 静又将她们穿在了身上 昔然 我揉着眉心 强忍住不跃上了楼顶 向她伸出手 婚纱你穿了就穿了吧 卓子请你还给我 那是我妈给她儿媳妇的姚飞 将带着卓子的手藏在身后 我不会给你的 我可以做妈妈的儿媳 只要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忽然有些怅然 姚飞 之前 我也是这么纠缠你的吗 她的身子一将 你 你说什么 我再次看向人群 已经不见了王倩倩的身影 仿佛只是我的错觉 也是 那天之后 我就将证据交给了智福叔叔 现如今 她和她哥哥王成 应该早就已经喜提音手拙了 又怎么可能会出现 如果之前 我也让你产生了困扰 我向你道歉 姚飞彻底愣住了 定定的看着我 我 我没有 我只是 只是以为你不会离开 她眼眶越来越红 仿佛下一刻就要落下泪来 但很快 她就拿出手机 妈 你都听到了 是欣然不要我 岳母一如既往的狗眼看人低 自从上次来我家 吃了闭门羹以后 便觉得是我让她老脸没地方 我女儿当年要不是你 怎么可能会变成现在这样 就算是怀了王成的孩子又怎么样 还不是你害得王成 失去了生育能力 这也算是助人为乐 以前穷的叮当响的时候 我女儿没有嫌弃你 你现在有钱了 倒是摆出一副 高攀不起的样子了 果然 没爸的孩子就是没教养 从手机公放出来 我倒是没有觉得很意外 可提到我爸 我真的忍无可忍 我打开手机 直接发了一连串照片给岳母 讥讽说道 你清高 你了不起 我倒是想看看 你知道你老公 有一个比姚飞还大的私生子吗 还是说 你就是插足的小三 还说什么家教 沉默之后 是岳母的尖叫声 你的丧门兴 竟敢批这种图片造谣 那些照片 是岳父裸着另外一个女人的照片 那个女人一看就保养得更好 风韵犹存 我拿着手机 又是十几张图片发了过去 然后点了拉黑删除 对了 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 我故意放缓语速 避免岳母听不清楚 你知不知道 姚家的公司根本没有破产 而是都被你老公 偷偷转移资产到了海外 现在估计杨孙子都抱上了 你说 我要是把姚飞的照片 发给岳父另外的女人 她会不会把岳父还给你 又是一阵沉默 我笑了 哦 你不敢 因为你才是那个小三 毕竟你这些年拥有的一切 不过是那个女人 牙缝里踢出来的菜叶子罢了 我说怎么好几年没看见岳父了 原来你们压根没结婚啊 住嘴 终于 岳母忍不住了 你们想分手 就分手吧 别来烦我了 变化挂了 姚飞一脸错愕地看着 梁九 终于将手上的镯子退下来 还给了我 你 你说的都是真的 对 对不起 我没想到我妈妈是这样的人 她之前说的话 我 我向你道歉 我挑眉 没想到姚飞知道了这么大的秘密 竟能这么平静 算了 我也不应该在你面前说这些 但是我不可能再和你在一起了 就此分开来吧 就在我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 急促的脚步声从我身侧响起 我还来不及反应 就听姚飞喊了一句小心 身子被重重推开 跟着就看见姚飞如断了翅膀的鸟一般 直直地从我面前摔下了楼 血泊在身下蔓延 她的口鼻不断涌出鲜血 而王倩倩站在屋顶边喘着粗气 双目星红 手还保持着推散的动作 她疯魔一般的嘟囔着 去死吧 去死 我哥都是你们害的 你们都是杀人凶手 救护车的声音很快在楼下响起 王倩倩像是被刺激一般转头再次瞪向我 突然就掏出一把美工刀向我扑来 我下意识阻拦 却被瞬间扎穿了手臂 我抱着手一步步后退 直至被逼到屋顶边缘 看着凝笑着靠近的王倩倩 我绝望地闭住了眼睛 好可惜 我才刚甩掉泥泥一般的前半生 还没来得及开启新生活 然而 想象中的失重感没有到来 王倩倩被一拥而上的制服 疏疏前置住 刀剑离我的眼睛不过一寸 我快速从地上爬起来 冲到楼下 姚飞已经被抬进了救护车 连忙跟进去 看见她瘦落的身体 不断染红白色的床单 我嘴唇捏诺 她努力地将手伸向我 南南 请你原谅我一次 车后 是王倩倩在楼顶疯狂地辱骂我 猛给一个挣托 静止从楼上跳了下来 番外 我去监狱看王城的时候 告诉了她王倩倩的死讯 她恨不得当场隔着玻璃砸烂我的脸 明明都是一样的贱命 凭什么你做什么都厉害 不就是给了姚飞塞了个廉价的汉堡 凭什么你就能得到她的亲眼 而我只能像条卑贱的狗 用些下三滥的手段 才能得到她的心 就连我们在一起了 她提的最多的人也是你 说什么你是个失业狂 却还能记起天文 给她戴剑毛衣 卑鄙的手段 你要真那么贴心 怎么不追她 怎么不告白啊 你什么都好 姚飞还不是乖乖爬上我的床 急进魅态勾引我 我皱眉 够了 王城已经失去理智 不断地撞着我与她之间的玻璃 被制服叔叔按住的时候 她仍是一脸不甘 姚飞那个贱火 我给她下药 她竟然还敢叫你的名字 我就是要毁了她 让你也别想得到 凭什么她满心满眼都是你 凭什么 我目瞪口呆 原来姚飞也是爱过我的吗 可是太晚了 太晚了 覆水难收了 探视的最后 王城像是被抽去了全部力气 姚飞还活着吗 我当着她的面 放下了通话器 她不配知道 出了监狱 我接到了医生的电话 我不在的时候 是她帮我照看姚飞 姚飞内脏受损 索性抢回了一条命 这辈子可能都醒不过来了 曾经骄纵的小公主 如今只能陪伴闪烁的仪器度过余生 我负担了她的所有医药费 电话那边 医生约我去母校图书馆 我如约到的时候 她脱下了那身白大褂 看见我玩耳一笑 我疑惑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还真是贵人多忘事 她称怪道 在你苦苦追随姚飞的时候 还记不记得曾经在图书馆 给过一个勤工俭学的小姑娘 一颗苹果 那时你在姚飞那里受了委屈 就会一个人躲在图书馆的杂物间里 有一次你待得久了 还是我去找姚飞来找你的 我的脑海里 浮现出了一个轻瘦的身影 与面前的医生面容渐渐重合 原来最早找到我的另有欺人 原来当年那个女生是你 你便漂亮了许多 她在我面前转了个圈 如同一只美丽的蝴蝶 杂货间角落墙上 曾经写满了姚飞的名字 早已经颁骨不堪 那是每一次我想她石榴下的 如今却是粉刷一星 医生的脸上 还有一点纯白的油漆 从今天开始 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 全文完